哈囉,君如,你好 你好 剛才很久都沒試過玩泡泡槍 多久沒試過玩 那我也有繼續玩的 有啊?泡泡槍 不是,因為我有個女兒 啊,有賣給她的 是啊,OK啦 那個很好玩,很浪漫 那你來到這個地方是不是很興奮 你自己都說想試一下 我想試一下 就是參加者 當然啦 不過最慘就是 你自己已經是不均勻了 是嗎? 我看到有些人戴面具 我不知道 我其實真的沒玩過 Sorry 你自己覺得 如果你認識一個男士的時候 他有些什麼 最初那個舉動是會令你很反感的 有些是會 即是如果他做一些行為的事 嗯 不慷慨 我最怕那些男人沽寒 哈哈 第一次約會 最好是對方請你吃飯 是啊,當然是啦 即是 這個是是不是很古老的想法呢? 我不知道 也不是的 那第一次通常很想吃飯 他都是請你吃飯的嗎? 我有暗示他 最後呢? 請你暗示 最後呢? 最後就是AA 哈哈哈哈 但你都沒有幫他出局嗎? 你都有 是的 是的 你都吸引別人 但你現在懷恨在心中 是嗎? 那他是有才華的 哈哈哈哈 即是有才華可以起床 你們是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那不是的 那都要溝通到才行 即是什麽都要溝通 即是你簡簡單單的吃一頓飯 然後就 拜拜 不是 這個你又要我 想些好鬼 很不應該想的東西 譬如呢? 譬如呢? 哈哈哈哈 不是,他第一次約我吃飯 他遲到45分鐘 這個我一記一世 但是你都還留下了 是啊 即是他的才華都很吸引 是啊 那跟著我問 為什麽你會遲到的呢? 因為我要買一件衣服 覺得要吸引你 接著我 我就 即是你要一個女生等你45分鐘 然後你去買一件衣服去吸引我 對於我來說 我不覺得是什麽 即是他覺得是 他覺得 哦,OK啦 我現在約一個女生吃飯 然後買一件衣服 遲到45分鐘 最重要是準時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裝束? 我記得 形容一下 到現在他一模一樣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那套衣服 西裝 不是啊 怎會約一個人遲到45分鐘 然後我在那裡坐在那裡 喂,你什麽時候來? 那為什麽你又沒有走到的呢? 那這個真是奇怪 那這個真是奇怪 你有沒有覺得他是滿天的呢? 那幾分鐘 那你不要罵他呢? 唉,如果罵他就不會熬到今時今日 哈哈 哈哈 這些事很討厭 那些事 你的相處之道是否要忍一些 當然啦 當然啦 你覺得呢? 要的,我就要問你 因為你們是一題 忍同答案 忍同答案 哈哈哈哈 還有你講過 就是兩個人要是 騙騙騙騙騙的 你最近那次 你騙他的是什麽呢? 騙我就是騙他 那又不是說騙的 因為我覺得不是騙的 因為這個電影裏面 導演很堅持一句說話 就是 戀愛是不見的 那我當時接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 蛤?是這樣的嗎? 就是如果你喜歡一個人 或者你見到他 你跟他首先溝通到 跟著你就跟他相處 建立一個家庭 這個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那當然他可以走下去啦 哈哈 但是 那些啊哄哄都是 好行的說話 喏 這部電影有三句對白 我每一次拍都是笑了十分鐘 就是那個騙子 那個法國的騙子就說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其實原來人就是這麽簡單 很想別人去 喂你今天吃得飽不飽啊? 開不開心啊? 睡得好不飽啊? 我覺得這個 我每一次呢 我每一次拍的時候 都笑到 拍不下去 就是我原來 真是這麽簡單 如果是陳道律 跟你說同一番三番旗 是我跟他說啊 哈哈哈哈 如果他跟你說呢 你會不會笑十分鐘啊? 他會不會呢? 要想一下他什麽時候跟你說 等著他說啊 不不不不不 那我們現在都 很簡單 一個關係維持到這麽久 就是 今天起床 Good morning 有沒有吃早餐啊? 然後中間就是 今天吃了什麽呀? 有沒有做運動啊? 就是這樣啊 原來是大家不需要 我覺得關係呢 我又講得太深了 我不是應該太深了 應該關係呢 你不要在那裡 整天批評對方 不要說 哇你又這樣 你又這樣 你又這樣 因為覺得 真的很煩 是的 你就 接受 原來那個關係 重新開始 或者 由 第一天就是這樣 是的 我也是這樣 你說 你會不會教給阿倫 你的招數 或者你 速度約會嗎? 我不會教他 那女兒跟你說 我速度約會嗎? 好啊 帶我去 哈哈哈 真的啊 怎麼 不擔心 一點都不擔心 第二適合 他會不會擔心給你 不用 不用 因為他會自動跟我說 是 不用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跟女兒說 哪些男人就會好一點 哪些男人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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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媽媽的角色 千 我又在那裡 媽媽不要在那裡哆哆嗦嗦 因為 但是不會有這方面的一些想法 可以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這些 有的 有的 有沒有拍拖嗎? 應該沒有了 但是為什麼說應該 我講一個很快 很快講完的故事 他十八歲 然後他說 我很想去吸病 很想去玩 很想去喝酒 很想去吸病 然後 他說我同學十八歲 我們很想去一個酒吧 然後去到這酒吧 每個人都趕他走 我說你穿得不夠美 你要穿得性感一些 那些人就會叫你進來 好了 然後他就 打給我 在這個時候打給我 你吸病 你又不是 是的 然後我說 我不敢跟他說 我說你這件衣服太不性感了 是不是很可笑 他就覺得 糟了 我穿了一件西裝外套 我說 是的 吸病的地方就是大家去 去跳舞 去喝酒 好 然後他說 我可不可以用你一張信 即可不可以用一張卡 你的會員卡 我去 Clubing 我說 那張卡很難入 還有 你是不會 進去的 因為你太小了 你明白我說什麼 即我申請了一張卡 去一個地方 接著他就 他就拿了我一張卡 你可不可以讓我去 去呢 我好 你去 接著他問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Sandra 你姓什麼 我姓 Angie 你出生幾號 8月2號 你猜他下一句問 幾年 你幾年出生 他很尷尬 接著所有那個Club的人 笑到瘋了 他說 我是19 幾年出生 嘩 那幫人笑 Sorry 你不可以來 你走了 那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18歲的成年人 你想Club 你想玩你的東西 你是得不到 即是很好笑 這件事 所有人笑到瘋了 接著我說 那你真的要去玩這個世界 你就要 你自己要 努力點 他的朋友都知道這個故事 是的 他跟朋友 一個18歲的女生 兩個生日 要去一個Club 他的朋友 本身現在知道這個故事嗎 不是 好了 最後的故事是什麼 這個可能你們會Cut的 最後的故事就是 他們回家 兩個看了一部電影 變成靜態活動 是的 就是這樣 講完 完 有沒有不開心了很久 沒有 那 這個就是 所以你剛才問我這個問題 他會不會被人騙呢 我覺得他很乖 乖得太乖 有什麼所謂呢 我不是想他壞 我覺得在這件事 我覺得其實 其實他都幾乖 你明白嗎 天真 天真 是的 你好 你好 村頭 會不會有什麼教導 給男士 女士 speed dating 的秘技 speed dating 的秘技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參加過 都沒有經歷過 這些階段 我自己覺得過 我就覺得 剛才 之前有說過 我覺得 無論男女相處 怎樣也好 都要聆聽對方 我真的聽過 有一些朋友 遇過這些經歷 就是來過speed dating 對方就一兩句 說說說說 根本就沒有時間 給你說話 我就覺得 無論你是說什麼都好 你會給對方 一個很不好的印象 就是你根本不在乎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你要說自己的事之餘 你也要給對方時間 去說自己 你覺得第一次見面 對方做什麼舉 都不會馬上加分 好感到 馬上很好 第一次見面 你講的是Date 是的 Date 我覺得是一些 對我來說 我自己很注重一些細節 兩個人 我不論他去訂什麼餐廳 或者他穿得多漂亮 或者怎樣 我覺得細節就是 譬如他準不準時 他譬如入門口 他有沒有幫我推門 或者叫東西吃的時候 他會不會了解我的喜好 這些 如果不記得你那些東西是沒有扣分的 你說第一次見面 你之後相處 不記得 也有機會的 也有機會分的 就是不記得一次可以的 不記得兩次都可以的 第三次就有一點不太好 還沒喜歡拜拜的 但是我就會 可能會記住 就是覺得原來這個人 就是沒有記性的 或者是不細心的 那 你有沒有戀愛小器 你會想著他實話上去 那我 我不會形容自己是小器 但是有些 有些東西是 就是 怎麼說呢 是會 就是 印了在你的心裡面 就是你會大概知道 我這個人原來是這樣 那如果有些東西根本不是那麼重要 那就無所謂 就是互相遷就一下 就是原來他是這樣的 那 你不要嘗試去改變這個人 是啊 就是我覺得他是這樣 你也要接受他 他有這種的 跟你相處的模式的不一樣 是的 或者你自己也有 你自己不知道的嘛 你對方可能都會覺得 這個東西很適合我 是的 就是不可以太自私了 是的 即是年輕的 恭喜你啦 你走過啦 恭喜 好像 是的 說到我 精彩 很久了 也是的 但是搞到很多人誤會了我 是 就是 是不是 訂了分啊 還是什麼 這樣 然後有些朋友 直接 又沒有看過新聞 又問 什麼 什麼事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多謝大家 就是 這樣問我 你為什麼要多謝大家 是的 第一個問的是Micky 原來他沒有看過 你為什麼要多謝 因為我們知道你拍拖 真的很自然的話 其實我們 什麼 很自然的話 他知道嗎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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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見過的 也見過 是不是都是有細節方面高的 是 嗯 所以你開門 Ida 請示 你請示 那這些就是基本了 是 我覺得相處真是重要的 那 就 嗯 我自己就是 就是 大家認識了一段時間 就是相處過 大家了解過 那 才 是的 那是哪方面最打動你方心 是嗎 細心 對 不是都一起了一段時間 覺得穩定 所以很可愛 不是的 因為被你拍到 所以很可愛 而已 哈哈 不是啊 不是啊 其實 其實 因為我以為現在都沒有狗仔隊 嘛 那我就 有那些什麼 有那個問號嗎 我又覺得大家都 就是那個 我覺得我自己的防備心 就是 寫下了 那還有 其實我一向都不是很介意 給大家知道 就是 我覺得 我是低調而已 我儘量想低調 但是我又不想隱瞞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不是些什麼 就是 那麼大個人拍拖 那都 那當然 就是希望 就是 因為對方不是 勸眾人 所以我就 都不想影響他的工作 或者影響他的生活 是的 你看完報道之後 會不會覺得 你拍拖多久 嗯 嗯 實際多久就不說 但是就 都足以大家了解了對方 已經 是的 但是有沒有跟他打定過例子 就是說 就是有一天被人公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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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認識的第一時間就說了 這一件事 因為我都 首先他圈外人 那我也有這個責任 跟他說這一件事 是不是 因為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會不會 雖然 不說沒有狗仔隊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突然有人拍 或者 就像今天那樣有報導 那 所以都跟他說了 他有心理準備 哦 你聽完報道之後 覺得他像Ring 哈哈哈哈 高度似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有個高度的 他開不開心 你自己有沒有 他沒有在我面前開心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感覺到他 我不知道他躲起來 嗯 這樣 哈哈 但是你認識也是台灣人 是啊 是啊 這麼厲害 你們怎麼會知道 怎麼認識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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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香港認識的 其實他也是在香港工作的 對 但是香港人的話 是朋友介紹 還是怎麼可以認識他 Speed dating 哈哈 不是 不是 是朋友介紹的 也是 來來去都是那幾尾的 不是朋友介紹的 是什麼 你自己鍾情台灣人 很久 其實我自己沒有特意去 我又不是特意去去台灣 去選台灣人 不是 我覺得 無論哪裡的人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 對 最適合 可能 那麼對 細心一點 有風度一點 溫柔一點 那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香港男生都很細心 很溫柔 會有風度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又不覺得是 完全是的 我覺得是個性 剛好 大家都合得到 他明明得多廣東話 有時你平時聊天 說話 都明白的 都明白 因為他都在香港工作 做了很多年 都明白的 Panel 都明白的 都 見過一下 見過一下 是否都是以結婚為大事 是否還是交往 就是有些交往 我個人 就見步行步 就不想太遠 還有 不用太大壓力 相處一下 大家 了解 再了解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